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真金白银就是硬道理啊 肖战主演的玉谷瑶或腾讯视频IP授权优秀案例 网友评论说虽然我不知道儿场是怎么定义优秀案例的 但是我能看见是这些优秀案例大部分都是动漫IP 电视剧的话只有梦华录玉谷瑶漫长的季节上榜 是不是很意外啊 如火如荼的宣发话题 铺天盖地的热搜 好像步步暴剧的态势啊 到头来 竟然只有这三部最赚钱 这三部是不掺水的实打实的火啊 特别是玉谷瑶播出旧引爆网络 被各路人马一路围追堵截 各种抹黑 战况非惨烈不能够形容 玉谷瑶却凭借自己的好口碑 在夹缝中一路逆袭 被称为名选报剧编较料里开出的帝王绿 肖战在剧中的原生台词大火出圈 刷遍各大短视频全平台 2023年剧集非洲边类联名统计 玉谷瑶也以绝对的优势造谣瑶领先 让平台赚得盆满钵满的 肖战也曾说 玉谷瑶是他当年能接到的 可供选择的资源里逻辑最为自洽的剧本 剧本打磨和前期准备历时三年的时间 浮化到也都是非常精良 为了拍出人物的仙气 肖战把自己受成了纸片人 最后呈现出适应这个人物的无可挑剔的仙人之姿 在拍摄过程中 肖战每一个镜头都精益求精 一一段水下戏 肖战和任敏就反复下水进20次 最后呈现出唯美的效果 同期播出的剧集也都有这样的镜头 却都是靠谷风机和后期特效配合完成 业内人士也都感慨 以肖战的咖位和人气 真的实属难得 这是观众之信 玉谷瑶播出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还陆陆续续有人通过这部剧入坑肖战 他们说不明白这么好的剧 为什么播出之时被防爆的那么严重 好剧的续航效应果然出人意料 没错 声量可以营销 真金白银却不能骗人 营销出来的数据永远都不如观众心之所向 2023暑期真正名选暴剧 唯有先品欲鼓摇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